DPS娛樂頭條追星情報戰 今天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可以看到怪物新人New Jeans 他們不只最近出了很多新歌之外 前陣子六月的時候還登上了 東京巨蛋來表演 來開他們的粉絲見面會 兩天就吸引了九萬人到場 不過明明就是兩個月前六月的事情 怎麼今天還要再提起呢 因為不知道各位粉絲有沒有記得 他們在六月開唱之前 就曾經遭受到了死亡威脅 雖然是沒有影響到演唱會沒錯啦 不過呢就在近期他們 居然又收到了一封威脅信件 根據韓媒的報導 最近New Jeans的粉絲 就在社群平台上面發現了一個匿名貼文 標題就很明確寫著 就是New Jeans的宿舍名字 而內文更是寫下說 從今天開始我會以New Jeans的五人宿舍 作為目標了解情況再來 就是很明顯的殺人預告喔 不過呢粉絲呢面對這樣子的恐怖威脅 其實也是蠻警惕的 馬上就把這些東西 把它結成了一個PDF檔 而且交給相關部門做處理 而根據還沒報導 其實這個文章呢現在已經被刪除了 不過呢因為相關部門正在處理當中 所以這些證據也被收集起來 希望他們每一個成員都能夠平平安安 而接下來也是跟New Jeans有關係 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非常知名的製作人羅PD 他呢近期呢是有很多賭約要辭行啦 因為他前陣子就說 如果他百想藝術大賞得獎的話 他就要在高齒巨蛋局辦粉絲見面會 沒想到真的得獎了 最近也在開始著手準備喔 可以看到這兩張海報是他新的海報 有一種可能要裝嫩裝年輕的感覺啦 而且不只這樣他居然還翻 他居然還翻拍了 就是New Jeans的Diddle這首歌 跟金頭褲豆呢 假裝自己還是青春洋溢的高中生 這樣的歐巴大家可以嗎 我只能說羅PD跟New Jeans的年紀 差了三十幾歲喔 不知道這樣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啦 不過呢就是在畫面上 雖然讓人感到好像有一點不適 但是呢這個還是很有宣傳效果的 因為短短上傳三天呢 就吸引二十幾萬人的點閱率喔 十月就要開始舉辦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呢 感覺這個有曾經上過節目的很多偶像明星 說不定會當神秘嘉賓 說不定其中就有New Jeans喔 今天的決心情報戰就聊到這裡